哈喽大家好 欢迎收听这一期的早安英文 我是Neil 我是Kirsten 我有个学生啊 他暑假呢陪家里的老人去加拿大看病 结果呢跟医生沟通起来有一些困难 岳方只好专门派了个翻译 哎呀 看病这么大的事情可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你听不懂的话 特别是你理解错的话 真的嗯 这个后果不好呀 本来看病就挺紧张的呀 要是还用不熟悉的语言来交流呢 就是背上感觉都要紧张的冒汗了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来学习一些 和医生讨论病情的时候 就能够用到的实用英文吧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Nia老师你知道吗 有一句贯穿中外的医疗巨台词 每逢医生登场都能听到 你的测试结果呢 已经出来了 就是这一句话 Your past results have come in 中文中呢是说结果出来了 英文中却是用的come in 进来了来表示 是的就是你翻译这样就好 就是说你的测试结果已经来了 哦可以有可以有 你可以拿到你的测试结果了 这个时候呢 病人可能就会开始紧张 然后问出一大堆的问题 比如说他会去问 诶是一个好消息 还是一个坏消息 is it good news or bad? 还有啊 需要动手术吗? Am I going to need surgery? Surgery就是外科手术的意思 这个surgery啊 是这样评写的 s-u-r-g-e-r-y 大家应该都不喜欢听到这个词啊 所以病人会感觉不安 医生可能还没说是什么呢 他就会问 If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for people my age 这个毛病对我这个年纪的人来说 常见吗正常吗 people my age 就是我这个年纪段的人 也是啊 如果得知这个毛病呢 除了自己身边很多同龄人都有 心里会好受不少 也不会那么不安 对就像小孩 比如说你换门牙 哎呀掉了颗门牙 大家都笑 你当看到其他人在掉 总感觉我和他们一样 就不但会害怕这个事情了 要掉牙齿也要拖几个人一起 我们刚才说这个测试啊 在英文里面 我们把它叫test 其实医院里面会有各种各样的test 比如说咽血啦 照个CT啦 X光啊之类的 嗯 咽血呢在英文中叫做 blood test 血液测试 嗯 然后会这个有一些指标 对吧 有一些病症 比如说你造一个 做一个肝功能 会有什么乙肝大小三氧啊 里面这个氧 就是说你这个检测出现了异常 我们在英文里面 把它叫做positive P-O-S-I-T-I-V-E positive 可不是山羊的羊啊 它是山羊阴阳的那个羊 是积极的那个positive 羊性的 相对的如果发现指标正常呢 就会被称为阴性 negative N-E-G-A-T-I-V-E 那咱们咽血呢 最想听到的一句话就是 the blood test came back negative 咽血的结果是阴性的 一切正常 这里came back 也是啊 这个测试结果 看回来是正常的意思 嗯 血里面那个石头就落下来了 放心了 哎 我们说到这个咽血啊 在医疗里面还有一个 跟这个血液有关的操作 我们把它叫做书血 那么这个书血的英文 我们应该怎么说呢 可可老师 这个书血呢 就是transfusion transfusion 其中这个trans啊 T-R-A-N 这个词根呢 它跟运输有关 transfusion书血就是 运输血嘛 哎 说到这个啊 我有个朋友以前 因为大叔血被输过血 哇 这么这么严重 他怎么了 车祸了吗 还是怎么样 这个大姨妈停不下来 哦 总之 总之输过血之后呢 医生跟他说 The transfusion was a success 书血成功了 嗯 那这个祝他身体健康 是的 书血之前住了院嘛 他就问医生 How long do I have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我还需要在医院里待多久啊? 那医生回答说 I'd like to keep you here overnight 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你能再住一晚 再观察一下 嗯 里面注意这个 over night 就是说 再留一夜 你在这里 医院里面再待一夜吧 看来 嗯 这个 这个病情还是有点严重 是吧 是啊 但是第二天呢 他起床去找医生 问他 Are you going to run with tests? 还要做更多的测试吗? 柯柯里面这个说的 这个跑步的这个run 在里面呢 就其实是运行的意思 又是助言 又是书写的 他都有点怕了 医生这时就看了他的眼说 嗯 It looks like you're ready to go home 看起来你已经准备好回家了 哎呀妈呀 最喜欢听到这句话了 这要全部要go home了 好了 我们今天就聊到这里 然后跟大家总结一下 我们今天学习到的英文表达 No.1 Your test results have come in 你的测试结果已经出来了 No.2 Is it good news or bad? 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 No.3 Am I going to need surgery? 我需要动手术吗? No.4 If this is a common problem for people my age 这个毛病对我来 这个年纪来说是常见的吗? No.5 The blood test came back negative 验写的结果是阴性 No.6 The transfusion was a success 书写成功了 No.7 How long do I have to stay in the hospital? 我还要在医院里面待多久啊? No.8 I'd like to keep you here overnight 我希望你能多住一晚 再观察一下 No.9 Are they going to run more tests? 还要做更多的测试吗? No.10 It looks like you're ready to go home 你已经可以直接回家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学习内容总结了 你都记住了吗?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了 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柯柯 我是Nio 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